这个单元呢,我们继续访问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中国少林寺的方丈,试用心大师。 大师,在你们的那个圈子里面,大家说大师呢,试用心大师是超反脱俗的一个人,可是在我们俗人的这个圈子里呢,好像大家看到说,大师又是很入室的。 当然,对于这样的说法呢,就是说对于您的做法呢,很多人有包有贬,您怎么样来看待大家对您所作所为的一个评价? 因为我少林寺里面临着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好的时期,所以近三十年,少林寺是历史上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所以少林寺的,生人的整体数字的这个提高方面,少林寺的应验建设方面,少林寺的文化传承方面,做的都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 那很多,像国外啊,我们看到很多电影啊,电视还有其他的文化的东西,他们都有时候去跟你们少林寺合作,对不对? 像美国最近我们看到什么,像Human Weapon啊,你们很多狠狠的,但你们全中国,你们还有一个那个全中国的功夫之心的功夫大赛等等。 然后听说您接下来还要办什么电影节啊? 因为少林寺景,这种现象就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不多见,因为它是中国的传统主听,也是少林功夫的花园地,它一千五百年,这个传统化就是很优秀,很有价值。 所以国内国外,用电影,电视,武侠小说,就各种这个文化形式,表现少林,取材少林寺,是不是就是很多。 所以少林寺景也希望自己能够主导一些事情,能够更加正面的,更加正确的传递少林寺的精神文化。 除了在中国之外,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呢,我们少林寺也慢慢的开始要开自己的学校啊,做自己的事业。 那么可是有很多在国外的人也有时候打着你们中国少林寺的那个旗号,在外面说啊,我们是少林寺,其实有的时候大师说跟我们根本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啊,很难辨定,对吧? 因为大家对少林寺都非常认同,都非常向往,确实你都需要了解少林寺,需要你参与少林寺的事情。 让少林寺自己人数又不够。 另外少林寺你这个跟世界这么大,也不可能都能满足大家。 可能中间就有空间,有些人寺就假冒少林寺人,直接做些参与,这种事情确实很多。 可是有的时候你让我们大家也很难辨真假啊? 这个真假少林应该很好区别的,出家人寺是有很多戒律与要素,出家人寺很注重修行,个人的修持修为。 真假少林稍微了解,很容易了解,稍微了解普教,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对真假少林非常好辨别。 好,那我们还想问一下大师,就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那么接下来比如说今年明年,那大师您还有一些什么想法,就是弘扬我们少林的文化。 就是随缘嘛,出家人遇到什么事情能做了就做一些,没有事前要设置好,要怎么去做它。 大家可以上到少林的网站上,www.少林.org.cn,大家可以上网看,其实关于少林的很多资讯都有。 少林问谈,少林电影,还有少林什么? 因为我们也不断地做一些活动,那边社会各界互动的一些活动,能让社会各界直接参与,能直接了解少林市圣人的生活,圣人的一些修行方式,少林文化的精神内涵。 谢谢施永信大师,稍待之后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